从科学上来讲 5月28号要解封 我觉得是有困难 所以首度生活圈 所以我想我再跟 侯市长再商量一下 大概停课应该会延长 台湾24日再新增334例 本土确诊病例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下午召开防疫记者会表示 广华三处快塞站 23日的养性率为5.95% 这是在反映一周前的感染状况 目前民众自发性封城是有效的 但还要再观察 不过确诊数每天不断增加 还是让医疗量能吃紧 柯文哲除了要求病房加速进行改装外 也喊话中央考虑调整 确诊病人的收治规定 在医疗之前这么紧绷的这一刻 我是认为确诊者 不用再限医人一次 因为这样的话 那个病房的容量不够 一些病房要加装那些抽风机 护压的机器 需要时间了 柯文哲也要求专质病房的医护人员 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接种疫苗 另一边也加速加强版防疫专责旅馆的建置 公开对外招募柜台房屋人员 加强版防疫专责旅馆大概要到1400床左右 所以要的人力还蛮多的 当然军方紧急状况军方会支援一些 但是长久还是需要大家来共襄盛举 他说我们就一样 比照那个医护 我们就也要征召旅馆人员 要求上工前先打疫苗 疫苗生效的前14天 还有每天2000元的危险夹击 另外对于有民众防疫期间 假日跑到景点游玩 柯文哲说 如果群聚没戴口罩 劝导不听 会直接开罚3000到15000的罚款 要有效防疫 还是要靠国民素质 新唐人家电视高见的王立峰 台湾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